好 喂 喂 顾先生吗 您这边有个快递 来物业取一下 快递 好 那我一会儿来拿 顾安生说 他等会儿就过来去 林总 是您交代说 要等顾安生走了之后 我们才过去的 是 只要他在安心 是不会给我机会的 哥 你要去拿快递啊 那你去拿快递的时候 能不能顺便去超市 买点好吃的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要来家里 好 来 你的饮料 这是男人该有的皮肤吗 这么白嫩 这就让人掐一把 这是神炎的妈妈 为什么要对我胃口 血涂又空了 这该死的美丽 你的饮料我帮你拿到 你还好吗 老婆 宝贝叫什么 就叫杰伦怎么样 什么 那个 你好 我叫喜悠悠 小姐 你的饮料 那 我就先告辞了 喜悠悠 喜悠悠 你真该加强锻炼了 你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就追上你的爱情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吃了我做的饭 转眼就不认账了 没吃 扔掉了 你 随便你 没空找待你 我肯定像当自己家一样 不用找待我 你倒是还挺不客气的 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有你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啊 不是 我寻思着 我们才认识几个月 也没有这么亲近吧 有些人虽然刚认识 但却感觉认识了很久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 我希望你穿 我帮你洗啊 我不要你帮我洗啊 那我帮你铝袖子 我不用 不用 好了 我来吧 不管你怎么推可我 我都有一百种方式接见你 好 我们又见了 你好 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叫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你住哪儿呀 我就住这栋 我也是二十八栋 这么巧啊 要我帮忙吗 好 那个 会不会有点麻烦啊 不会 就等你这句话了 回来老公 走吧 找这一张光靠颜值就能杀人的脸 却一点也不高 还这么温柔 这简直是我理想男主角的标配啊 我是在做梦吗 又又小姐 你还没有楼层 你住几楼 十八楼 这么巧 你也住十八楼 我住一八零八 你难道是 你就是今天的客人 你就是安心的哥哥 我是安心的哥哥安生 这都是报应你知道吗 都什么设计啊 危机四伏的 还把勺子放那么高 万一哪天忘了关门磕着你怎么办 是你跟这儿相磕 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 都怪古安生 抱歉 这是我家吧 你是 艾莉小姐对吧 你就是小八那个相好艾莉是吧 小 小八是谁 就之前住在安心家里那个小瘸子 这其中一定能误会 你看 我就知道 小三的标准台词 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 我看太多了 我再说一次 你要再这样的话呢 我身上报警了 你们零食集团的人 那么喜欢闯别人的家 这种新闻传出去影响 应该也不太好 是你自己不小心 你干吗要怪我哥呀 你扣子 我帮你扣吧 我自己扣 我帮你吧 不要你帮我 你这样 你什么用 你干什么 你扣啊 还行这种事情要去房间里做啊 不是 哥 刚刚我们 安心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林总 让他打 哥 安远 你怎么不躲啊 你拒绝我比她打 我还让我难受 林总 我们走吧 安生 你手受伤了 疼吗 不疼 我就恨我没把那个混蛋揍得再狠一点 哥 真的是误会 我都看到了 你还替她说话 不是 我 不是安心 小白的腿不是瘸了吗 这怎么 什么情况你们俩现在 我看得稀里糊涂的 外面再给你解释好吗 我来吧 我学过护理 哥 不管怎么说你打人就是不对的 他欺负你难道我就在旁边看着 好了 以后不要让我看到那个人 我坚决反对你们在一起啊 我都跟你说了 这就是个误会 因为我的领子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叫欺负了 他们俩之间相互喜欢 这也就是情侣之间 一点打情骂俏而已 不是情侣 不是情侣 哎呀